毒品問題猖獗 高劍書統計 去年全臺是期貨了各級毒品 有九千九百一十六點四公斤 是歷年來最高 其中是以第四級毒品居多 主要是先驅原料 多數來自於中國 那至於適用二級毒品的人數 是最多的 有二兩萬七千多人 而大麻的茶器量 沿鋁創新高 而且濫用黑數相當多 警方在蘆洲街上 原本藍茶兩輛 沒有帶安全帽的機車 結果在一輛車上搜出正爆槍 還發現好幾包的K塔米 同樣茶器毒品 二月份才剛出獄的正姓男子 卻涉嫌染毒 在他家中原警察獲到 超過兩百八十包的毒咖啡 大麻醃油等等 立即待會偵辦 毒品案件查不完 光是去年全國 汽貨到各級毒品 就九千九百一十六點四公斤 創下新高 其中第四級毒品居多數 主要是先驅原料 大多來自於中國 而在二級毒品 大麻的茶貨量 也屢創新高 重量從一百零八年的 兩百零二點八六公斤 到一百一十一年 已經超過了一千五百公斤 大麻豬的數量 也攀升快速 部分國家有宣布 大麻合法化是有關的 整個大麻合法化的聲量 或多或少會影響到 國人對於大麻的態度 而在疫情期間 因為大量旅居國外 或者是留學回來的國人 將大麻文化 以及使用大麻的習慣 帶進國內 高檢署發現 國內大麻的市場需求 比往年增加 試用K數也偏高 主要大多的試用者 是白領階級 或是具有國外居住經驗的人 而試用地點 常在住家跟娛樂場所 增加了茶器難度 輕少年開始使用上癮的機會 提高到百分之十七 那THC濃度越高 存體性就越高 它造成幻覺 跟妄想的可能性就越大 其實高激量長期使用 會造成顯著的IQ下降 醫師點出 試用大麻可能會造成的危害 和風險 高檢署則是祭出對策 包括未來涉賭者 都要加驗大麻 並且加強種植 與走私端的茶器 更訂定茶禍 適用大麻的獎勵措施 要全力壓制 麻害濫用 記者 蔡惠寧 陳立峰 謝啟文 台北報導